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海湖庄园跟另外一个地方应该他没有太提 他会川普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私人活动 因为明天法庭法庭也休息了 这个私人活动呢 包括一些富翁 就是共和党的一些富翁 同时包括被认为潜在的四名川普的这个VP就是副手 比较出人意表就是卢比奥出现在他的名单当中 卢比奥是佛州的共和党人 佛里达州的坚决反共 他在参议院呢 是在参议院任职时间蛮长的 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 而卢比奥本身呢 他很具有政治上的一种经验吧 卢比奥比较大特点 2020年选举出现状况之后 卢比奥销声灭迹 他什么都不说 我们在2020年选举之后 11月份之后 然后一开始还多少有一点 等到出现争持了 卢比奥再也没露面 在我们个人的眼睛里觉得蛮特别的 他不太像克鲁兹 那克鲁兹本身呢 他是非常支持川普 能够寻求一种真相 这是在当时在参议院两个比较有名的 对川普很支持的参议院当中 所表现出的不同的做法 但卢比奥在反共的问题上是非常坚决的 而且他有相当的经验 只能这么说 但是呢 他这里问题又出来了 就像我朋友提示的 说卢比奥是佛罗里达州人 川普现在的身份也在他的身份卡 也转在佛州了 所以按照说总统跟副总统不应该出自于同一州 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 在这篇报道当中也这么提到 而这篇的报道呢 是来自于布隆伯格 布隆伯格其实是昨天拿出来独家报道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纽约邮报 就转载了他的报道 所以里面比较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卢比奥 然后另外一个是万斯 万斯是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 有人把他读说成是乡不老 那万斯同样是参议员 但作为参议员来讲 他本身是在川普的强烈支持下 在2022年成功入选 川普在2022年大概支持过三个参议员竞选 万斯是成功的一个 所以这里面就显得比较特别 他的特点就是忠诚 所以卢比奥你要说对川普有多忠诚 真的这个不好说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是很熟悉 起码对于我来讲不是很熟悉 是个白人 2024年曾经是他的竞争对手 那后来很快退出来 然后就支持了川普 再一个就是黑人 参议院当中唯一的一个黑人参议员 那黑人的参议员被川普解读的非常的 就说川普很赞许他 所以这就是说的四个人 这四个人同时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维维克 那维维克肯定不能入选 这是一个比较确定 而在明天的会议当中呢 会来很多一些参议员 这个美国保守派一些有钱人 所以应该讲拿钱是他的关键的所在 而配备了这样四个参议员 有着川普他自己的目的 就是川普希望在参议院呢 在2024年呢能够给他夺回 就是美国共和党人能够夺回他多数 大概有这个成分在里头 有可能比如说在他的一些捐钱的人当中 可能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某些共和党参议员 被川普背数参议员 当然我们这是猜测了 而布隆伯格本身的报道是说 川普心目中的所谓的这个 美国他的竞选助手呢 应该在周末出现了 但是被川普团队的人呢 就给痛斥了 说你胡说八道 因为布隆伯格的老板的本身 跟川普是死对头 2016年的时候 他跟川普共同去竞争 所以他后来退 他没有 他就是这个 做过几年的纽约市的市长 大概前后的背景故事 我们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布隆伯格的报道 被川普的幕僚痛斥了一番 那里面还提到说呢 南科达州的州长 叫什么诺曼 她是个女士 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她在Instagram上拿出了一张照片 说她在20岁的时候 曾经开枪射杀了一只狗 那后来她就解释 这只狗呢 是什么害人啊 或者说对人有危险 但这种事情在美国呢 是非常 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干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必要 她拿出了两张是三张照片 她讲她枪杀了一只狗 所以这就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小的错误 但很致命 所以就像我们说 你要说在美国说 吃狗肉喝狗汤 喝狗肉汤 那太多人就不接受了 就是她就把狗作为 人最忠诚的朋友 这么来看待 所以你只有保护她 她会保护你 绝不能枪杀自己的宠物 所以她就 那就是很麻烦 那另外一个呢 叫斯蒂菲尼克 美国参议院 美国众议院的 共和党的主席 那共和党主席 在这次学潮当中呢 她再一次露面 但是在争持的过程 在这种竞争的过程 现在显得都比较 稍微的 稍微的低一点 就没有显示出来 那而川普自己 在过去的时间里 应该认为呢 是在这个 应该在美国共和党会议之前 她的副手才会露面 美国共和党会议呢 大概七月份 七月中旬 就在米尔沃基 在米尔沃基 威斯康辛州的 米尔沃基召开 所以在当年 彭斯的时候 是在美国共和党大会 确定川普作为真正的 就是代表共和党竞权 美国总统的大会前的 一周 一个星期前 来确定的彭斯 公布的彭斯 所以有人说呢 现在的川普呢 可能会在 大会前一夜 那她的副手 真正是谁才会露面 不愿 她不愿意引起 过大的风波 因为在川普的眼镜里呢 道理蛮简单的 副手 就是为争得大选而成功 而不是制定政策 是为了在大选中 来补缺的 那川普的个人 某些的缺陷 在副手身上加以补充 而川普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他要忠诚 所以川普自己也一再讲说 副手没有 不会有什么太大作用 但忠诚是第一的 那我相信他强调的忠诚呢 就跟彭斯给他带来的伤害 是非常关键 非常直接了当 对吧 因为彭斯的伤害是致命 给美国带来整体的伤害 同样是致命 川普相信彭斯 他一定考虑到这一点 以他的本身 但只不过他会 以他自己的方式 完全的加以掩盖 完全加以 所以也就变成了 也就塑造了美国本身 在曾经过去两百多年 转了这么一圈 结束 所以如果把川普对比成 超越林肯的年代 就像如果让美国再伟大的话 那就变成了是 华盛顿的年代 那这样的话 这一圈就撞完了 那里面包含的诸多因素呢 每一个人 他的关键时刻的每一个人 在2020年川普 美国大选的时候 出现状况的时候 而能够起到关键因素的每一个人 都在历史过程中留下了一种痕迹 就是当时为什么不成功 命运中美国为什么就走到这一步 从而塑造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 塑造一个个人的英雄 而今天所争持的一切呢 却是2020年大选的本身的延续 所以它是 这四年就变成了 美国历史再造的四年 根本不是美国大选的 正常大选的概念 不是的 四位竞争者出现 川普建议他可能 何时才能拿出副总统来 所以大概讲述是这么个故事 这件事情是 星期三的晚上在米尔沃基 福克斯的人呢 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 所以他呢 他就说呢 应该之前不会讲太多 只会在大会之前 在7月15号18号 米尔沃基共和党大会之前 才会拿出来 所以这里面就讲述了这个背景 里面呢 提到说呢 谁能够代表他 因为他牵扯到这个 就是目前的川普呢 有些法律case 川普就认为不可能 没有人能代表他 这是卢比奥 卢比奥就显得比较特别 因为他是后来突然出现 这是万斯 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叫做伯格姆 伯格姆 我不知道原来是不是是个州长 还是一个参议员 我印象可能是州长 但我们节目中没有 很少提到他 这个就是斯考特 那川普对斯考特呢 就显得比较特别 比较直截了当 那他如果从竞选补充的角度来讲 斯考特他是个黑人 这是一个美国参议院当中 唯一的一个黑人 所以就会在选票上有所影响 一个黑人或者一个一位妇女 那这都是所谓选举的一种平衡 而这个决定呢 唯一能够决定的是川普个人 所以这是蛮有趣的 那决定的川普个人 跟曾经的美国共和党的故事呢 2016年时的故事呢 就出现了迥然不同 所以2016年是川普被迫依附于共和党 而今天的2024年 在大选中呢 就变成了共和党是川普的一个平台 那怎么搭台子 是由主人说了算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